这些是这个菜豆 我们来看 它是单子叶种子吗 不是 它是双子叶 因为它有两个很大的子叶 两片大子叶叫子叶肥大 所以它是双子叶 而且豆科植物 就是双子叶的代表 它是菜豆嘛 双子叶 好 B选项 萌发的时候 甲会成弯钩状 就是你的胚轴 会这样弯起来 干嘛 它要把你的子叶 推上来 拉出来 所以它这边出现一个弯钩状 那双子叶植物的那个胚轴 都会出现这样弯钩状 把你的子叶跟你的胚牙 拉出土壤轴 所以这是对的 这个叫弯钩状 打钩钩 那乙呢 乙是胚根 胚根会突破轴 皮后会萎缩 会吗 不会萎缩啊 然后用侧根来代表 为什么不会呢 这是双子叶 所以它是轴根系 所以它的胚根会留着 它的轴根就是胚根 所以胚根会留下来 长得很大 变成轴根 所以是一错了 猪选项 蒙发后的饼 就是子叶会逐渐萎缩 对 子叶会慢慢消失掉 被吸干就掉了 就萎缩了 所以这题逼猪 对 好说一选项 饼与钉 饼是子叶 钉是种皮 它们的染色体数目 都是2N 所以染色体的数量一样 但是基因型不同 因为甲乙饼都是来自于胚 是受精而来的结果 而钉是妈妈而已 就是胚猪的猪背 所以它们的都是2N 但是它们基因组合不会一样 一个是受精而来的 一个是妈妈的 好 所以基因组合不会一样 所以这题意思对答不同 好 所以这题答案是B猪E 大家刚刚那个B选项 种子萌发值胚走 会出现弯钩状 你们知道我最早 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情的吗 国小自然科学课本 有讲哦 有没有 种痘痘的都说 你看那个弯弯的 把那个拉起来 哇大力士 豆子都是大力士 那个弯弯的叫胚走 弯钩状 你们都没有童年啊 到底 巧合可能有哦 在国小版有哦 来我们来观察小豆豆 豆豆都是大力士 好以上是47 健康 不 그러� presentation 呀 我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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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